CODM全武器攻略第六期 步枪篇 跟枪噩梦 欧等 武器优点 第一段射程命中上轩或头部 其余命中其他任意部位即可达到两枪死 伤害还是十分可观的 武器缺点 这把枪缺点太多了 除了伤害 全是缺点 武器定位十分尴尬 第一段射程裸枪只有16米 16米后两枪可能面临99的善良伤害 叠射程相达远距离 跟枪不练习个两年半基本上是瞄编 个人觉得不如副武器带一把杀音 个人配件参考 一体实际销声器 MFT轻型短枪管 ZPI近战枪脱OWC战术极光 酷仑弹侠 为什么这次不是配件特兴搭配 因为这把枪太因人而异了 我下面直接讲如何根据个人习惯去搭配配件 枪口位置一体成型销声器可以将低端射程拉至20米 不带RTG大型销声器是因为这把枪真心不射箭过于叠加射程 叠射程没稳定 叠稳定没射程 两者兼顾又不如其他枪 真心定位尴尬 想完全机动order直接将一体成型改为半点五把皮 枪管选择MFT轻型短枪管是为了叠机动 除了一体成型销声器 我个人剩下的配件都是叠机动的 这片爱竞争枪脱可以降低12%的局限时间 如果觉得自己的局限时间减少 已经跌得不错了 可以选择这片要新墙多 增加局限移术 OWC战术激光可以带来不错的军生减少和军子弹散布减少 控制弹弹侠是为了增加续航 双头弹不太推荐的原因就是他的子弹散布太厉谱了 Oder精准本来就低 带上双头弹直接拉闸 玩全自动可以考虑一下 压因素重弹则是因为他适合打加点或远距离 如果实在有菊活哥 想体验一下加点打远距离的欧等 我这里也有一套披荐剑 可以尝试一下 接下来看看我的满配后裸枪到实际对比图 推荐搭配总结 欧等如果不是跟枪和枯枪特别厉害 真心不推荐得射传 底下机动20米内两枪式近距离欧德还是能玩完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给帅博三连支持一下 觉得有问题也可以及时提出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